一位69歲老翁日前在除草的時候 不小心被雜草噴到眼睛 當下不以為意 不過過了幾天呢 他的眼睛卻開始突然流血了 嚇了他趕快就醫 經過檢查發現 居然眼睛裡頭藏了一支水漬 醫師趕緊處理 幸好經過治療目前恢復正常了 透過顯微鏡畫面可以看見 一支藏約一公分的水漬 正在眼皮邊緣蠕動吸血 畫面讓人看得觸目驚心 患者要不是眼睛出血就醫 還不知道自己眼睛裡竟然有水漬 他太太說怎麼能眼睛流血 所以他今天到我眼科門診就醫 就就診的時候呢 發現在眼睛上面有一條黑色的東西 而且還正在動 然後遠遠一看的時候 我只覺得說怎麼眼白在流血 靜靜的一看 原來是一條水漬正在吸血 當然如果說是一個東西紮進去 是有可能產生感染的 那像這種蟲類的東西呢 也可能會帶來一些不明的感染 這無比起民眾有不舒服的時候 儘快就醫 一名69歲的老先生日前上山砍草被衣物噴到眼睛 當下雖然有用清水清洗 但過了幾天之後眼睛卻突然出血 所幸經過醫師移除後老先生已經恢復正常 但從事割草的業者都很驚訝 研判應該是老先生沒有穿戴好防護用具 以鞋一定要穿 這個肚多一定要穿 這個帽子 水漬斑的話是除非原始森林才會 那個應該是進去很久了 長大了才會變那麼大 門諾醫院強調水漬無孔不露 時常會有民眾因為到溪邊細水 導致水漬跑到鼻腔的案例 但因為護衛砍草而造成水漬入青眼睛 在門診裡卻是頭一招 因此也特別呼籲民眾除草時 一定要做好防護措施 眼睛一旦出現不舒服的症狀 就該盡速就醫 接受專業診療 記者 許麗晴 花蓮市報導